太期待了 洗腳了 太美了 好漂亮喔 這個天空太美了啦 真的花耶 我拿了一個橘色的便貝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嘴嘴 我現在在方兵Binland Planet 聽說這裡面是超漂亮的 沈浸式風影展 還是夢幻的大型套角石喔 做材這麼冷的天還穿著短褲來 實在是太冷了 那船艦裡面長得怎麼樣呢 這麼趕緊去看看吧 Let's go 今天早上我們先搭乘淺草線到星橋站 再搭乘海鷗線到星峰洲站 一出站就會看到Teenland Planet 我們是平日去的 但現場還是蠻多人在排隊的 所以建議先在官網上買票 上面有很多時間可以選擇 入場之後會先來到置物櫃區 要把鞋子、襪子、包包都放在這邊 哇好美喔 腳下亮亮的 我聽到水的聲音了 太期待了 哇 洗腳了 哇這溫水 它有個香味耶 怕大家腳太臭是不是 消毒水的味道 哇好大的水柱喔 接著拿毛巾擦擦腳 前往第一關 柔軟的黑洞 很像在爬大型軟骨頭沙發 每踩一步都會向下沉 嗚 好軟喔 OMG 接著前往網美拍照最佳地點 無窮無盡的水晶世界 嗚 太美了 藉由水晶在空間內折射光線 而變成一顆顆閃耀的光點 光點顏色會隨著音樂節奏不停變化 四周有鏡面反射 讓你彷彿置身於無窮無盡的水晶世界裡 太夢幻了 腳下是鏡子 所以千萬不要穿裙子來喔 哇 紅色的 超不到 又有水了 要洗腳了 哇好熱的水喔 哇 好漂亮喔 有魚耶 水裡有很多用光影投射的井裡在游來游去 當你碰到井裡就會變成漂亮的花朵四散開來 魚魚別跑 咻 它這個就是大型夢幻洗腳石啊 而且還是溫水喔 又要擦腳了 腳濕了又乾 乾了又濕 這一區是紫色的光 要去哪裡呢 我們到了巨人版球池 這裡充滿了大氣球 球會因為觸碰而變色 周遭的球也會一起跟著改變顏色喔 哇 下面是鏡子 看不到出口 哇沒有路了 哇這天空太美了啦 我們到了飄浮於落花世界 彷彿進入的花了宇宙 巨大的花瓣投影會一直從天空掉落 象徵一年四季花朵的花開花落 躺在地板上 看著巨大的花巢自己飛來 會覺得自己好像變成小螞蟻漂浮於空中 好療癒喔 這地板是鏡子耶 可以照到天空的花 往下一站出發 GO 紅紅燈燈 漂亮 好冷喔 這大概4萬 好多一顆一顆的蛋喔 在仙境裡面的感覺 煙霧瀟絞 它晚上才會亮燈 白天這個場景看起來有點無聊 最後一關來到漂浮花園 這裡有一萬三千朵新鮮的蘭花 花朵的香氣會瀰漫在空氣中 當你靠近蘭花時 它就會緩緩的上升 我們要用爬的進場 怎麼太荒謬 真的花耶 真的笑得 哇 逛完整個展覽啦 來吃Teenland門口的素食拉麵 Vegan Ramen屋主 它連續兩年榮獲米其銀幣筆登推薦 店內有Teenland的裝置藝術 這個餐廳超漂亮 那個天王一直有流動的箭條 這個桌子也好漂亮 我點的味噌拉麵 跟熱綠茶來了 看起來好好吃喔 湯頭是用燕麥奶和日本味噌調配而成 這裡非常的暗 所以店員會給你一個小台燈來看清楚拉麵 超可愛的 熱騰騰的麵 這個拉麵滿鹹的 不過它味道很濃厚 我覺得有點太鹹了 但是麵很Q彈 它裡面還有番茄 我覺得番茄滿酸的 它喝起來是煎茶的味道 我覺得可以為了漂亮的天空來吃一次 但是口味而言我個人是吃不太習慣 吃飽後我們要去玩大便囉 搭乘海鷗線到台廠站 大約走7分鐘就到了奇特又有趣的便便博物館 位於台廠DiverCity Tokyo購物中心二樓 成人票價為2100 進場後會先看一個歡迎短片 接著就會看到一整排戴著聖誕帽超可愛的小馬桶 哦 這是黃色的便便 館內總共有四個區域 便便拍照區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拍照布景 聖誕樹便便 便便夢幻下午茶 情緣便便小屋 便便牆 只要將便便仙女幫插入 牆上就會出現很多彩色的便便哦 還有便便遊戲中心 有很多很有趣的小遊戲 有跑跳遊戲 只要踩著地上的便便投影 就能累積分數 我要來接便便 看我反應夠不夠快 便便來 便便滾滾滾 Low motion啊 接到了 還有便便畫廊 可以在牆上的馬桶裡畫出喜歡的大便模樣 這還可以先耶好好笑 冰淇淋便便 这边还有便便的扭蛋 要离开之前要经过便便守护绳的加持 号称进入这个空间时会让人迅速产生变异 但是我是没有感觉到啦 里面有满天的便便造型彩灯 在出口墙上有免费的便便提带 就可以把自己的大便带回家啦 最后是满满周边商品的便便工厂 有便便糖果哦 好笑哦 还有便便棉花糖 圣诞节的便便吊饰 它这个有各种颜色的厕所卫生纸 里面是有花纹的 隔壁有哆啦A梦专卖店 来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太可爱了 里面有哆啦A梦耶 今天逛了两个展览 我觉得都超好玩的 很值得来逛逛哦 下集我们要去元素吃美食啦 会去超可爱的布丁狗餐厅 和超有趣的熊咖啡哦 敬请期待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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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